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央行今天6月5日宣布降息 将隔夜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4.75% 这是4年多以来的首次降息 在经历了几十年来最大的通胀和利率冲击后 这标志着加拿大经济将迎来转折点 加拿大央行周三在降息通告中表示 加拿大经济增长在去年下半年停滞后 2024年第一季度得到恢复 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7% 低于央行4月份货币政策报告的预测 央行表示 库存投资疲软抑制了经济活动 消费增长稳定在3%左右 商业投资和住房活动也有所增加 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 企业继续招聘 尽管就业增长速度低于劳动年龄人口 工资压力依然存在 但似乎正在逐渐缓和 总体而言 最近的数据表明加拿大经济依然处于供应过剩的状态 4月份CPI通胀进一步下降至2.7% 核心通胀目标也在放缓 三个月的指标表明下行势头持续 CPI各组成部分价格上涨幅度的指标进一步下降 接近历史平均水平 然而住房价格通胀依然很高 最近的数据增强了央行的信心 及通胀将继续朝着2%的目标迈进 我们在抗击通胀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近几个月来 我们对通胀将继续接近2%目标的信心有所增强 麦克莱姆说 鉴于持续有证据表明 潜在通胀正在缓解 央行管理委员会同意货币政策不再需要那么严格 宣布将政策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 这是加拿大自2020年3月以来首次降息 加拿大央行是G7国家集团 第一个开始放松货币政策的央行 欧洲央行预计将于明天周四效仿 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预计将推迟降息至今年晚些时候 因为该机构正在应对更强劲的经济和更顽固的通胀 受到降息的影响 加元汇率瞬间下跌 一加元兑美元从73.19美分跳水至72.81美分 加拿大央行将政策利率从5%调低至4.75% 这举措本身不会对房贷 汽车贷款或信用额度的每月还款额起到很大作用 但它启动了货币政策宽松周期 未来几个季度利率应该会进一步下降 为持有浮动利率债务的借款人 面临抵押贷款续期的房主和负债累累者提供一些缓解 行长麦克莱姆说 如果通胀继续缓解 并且我们对通胀可持续地朝着2%目标迈进的信心继续增强 那么我们有理由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 我们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召开议息会议来做出利率决定 行长强调 降息要一次一次来不能太快 因为降息过快可能危急所取得的进展 麦克莱姆说 我们不希望货币政策过于严格 导致通胀回到目标水平 但如果我们过快地降低政策利率 我们可能危急已经取得的进展 加拿大CIBC银行的经济学家Andrew 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由于核心通胀率正在下降 经济增长依然不温不火 因此没有理由不立即开始降息 他预计加拿大央行将在7月24日的下次会议上 再将利率降低25个基点 并在年底前再降息两次 根据目前市场的预测显示 7月份继续降息的概率只有大约40% 而到年底市场预测将会有两次降息机会 今天加拿大开始降息的靴子终于落地 明年利率是否会降到2%至3%呢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大多伦多地区冰顿市街头聚集了大批的留学生 他们的学签即将到期 所以在最后关头举行了大规模抗议 要求获得5年毕业后工签 以便在加拿大停留足够长的时间 成为永久居民 现场视频显示 大批印度学生举着牌子 要求延长他们的毕业后工签 并声称他们受到了制度的剥削 政府为他们做的不够 以及毕业后工签的办理时间太长 视频中可以听到一名男子通过扩音器大喊 我们要讨回公道 同时 这些要求获得 无限期留在加拿大权力的留学生 还将加拿大描述为种族主义国家 他们在游行的过程中高喊 不再有仇恨和种族主义 根据记者兼编辑瑞里称 7万名留学生的毕业后工签即将到期 他们将不得不在2024年至2025年离开加拿大 随着这些留学生即将被迫返回自己的国家 类似的抗议活动正在加拿大各地蔓延 抗议学生们希望能在最后时刻改变规则 以便获得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 今年早些时候 同样是在冰顿市 超过100名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印度学生 因成绩不及格而抗议 他们声称教授种族歧视 故意给他们不及格 经过多日的抗议 阿尔格玛大学最终让步 给予大多数学生及格的成绩 并允许其余学生参加综合能力测试 而不用必须通过课程考试 最近爱德华王子岛也在进行抗议活动 大批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印度学生和临时工 正在要求延长学习和工作许可 并在短暂的绝食抗议后取得进展 根据加拿大国际教育局的统计 2023年加拿大接收了1040985名留学生 比上一年增加了29% 比过去5年增加了63% 比过去10年增加了200%以上 据统计 41%约42.7万的加拿大留学生来自印度 构成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留学生群体 其中超过一半在安省 这些数字比2015年自由党政府上阵前 整个国家的留学生总数还要多 相比之下 曾经在加拿大留学生总数中占比很大的中国留学生人数 大幅下降 目前仅占10% 而且来自美国的留学生仅占1% 对于这些印度留学生的诉求 加拿大网友提出了质疑 你们是加拿大的访客和临时居民 你们在提出要求吗 我们为什么要给留学生发放5年的工签 这对加拿大人有什么好处 要求 加拿大是欠你们的吗 如果你们想要工签 请像其他人一样去申请 近日 一名购物者试图使用他母亲的Costco会员卡 为家庭聚会购买零食 结果买单时遭遇了店员的阻止 不得不羞愧地把东西放回了货架 我们只是想买一些巧克力 TikTok Gabby一边说着 一边和妹妹Carmen穿过商店走向饼干货架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Carmen带着恼怒的表情 把他们试图购买的一盒饼干放了回去 10元的巧克力饼干而已 还不是给我们自己吃的 Gabby补充道 Gabby在TikTok上进一步透露 这些饼干是为家庭聚会准备 这段视频自5月25日首次发布以来 已被观看超过了396800次 不过这对姐妹最后还是使用 母亲的会员卡在美食广场买了热狗 Carmen在镜头前讽刺地说道 我没想到Costco还雇佣了FBI特工来检查顾客的身份证 Gabby说 店员花了几分钟时间 将他们与会员卡上母亲的照片进行了比对 然后拒绝让他们购买饼干 如果他们与会员有亲属关系 为什么会被赶出去 关于Costco的会员资格 该公司的政策页面上写着 只有Costco会员才能购买商品 主要会员和附属会员 可以为居住在其地址 且年满16岁的家庭成员 办理第二张会员卡 一些观众批评这对姐妹不遵守Costco的规定 并指出他们很幸运没有害得母亲被取消会员资格 而另一些观众则认为 他们应该被允许在携带有效会员卡的情况下 购买如此小额的东西 一位把自己会员卡忘在家里的购物者写道 我挑了满满一购物车的商品 最后却被拒绝 只因为我用了我丈夫的卡 再也不会来了 一些观众对视频中的这家Costco分店的审查程度感到惊讶 声称其他门店从未如此严格地扫描过身份证 还有用户描述说 在我们当地的Costco工作人员不会看得如此仔细 大多数时候门口的人都在和其他人说话 然后挥手示意 我们进去 BC省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 对连环纵火案的调查最终导致一名嫌疑人认罪 警方表示24年5月6日梅根贝尔斯承认 纵火造成财产损失罪 警方称20年1月至20年8月期间 列治文皇家骑警调查了 列治文是各地发生的22起系列火灾纵火案 这些纵火事件主要针对住宅区的灌木丛和垃圾桶 由于纵火案具有明显的系列性质 列治文皇家骑警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工作组 该工作组启动了为期10个月的调查 在此期间 更多的火灾与最初身份不明的连环纵火犯有关 警方的调查过程包括与列治文消防救援队火灾调查员合作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列治文皇家骑警多次发布新闻稿 请求公众协助识别嫌疑人 20年底工作组确认了一名嫌疑人 2021年7月14日 威尔斯被捕 警方对他的住所执行了搜查令 警官代夫乔汉表示 这些纵火事件在我们的社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担忧 部分原因是 人们对该省野火的认识和担忧有所提高 幸运的是 每场火灾都很快被扑灭 乔汉对调查人员的奉献精神和彻底的调查工作进行了赞扬 警方此外还对列治文民众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的警惕和合作 表示了感谢 并鼓励任何可能提供可疑活动信息的人 立即与警方联系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